接近我們的過程中 強度依舊是維持中度 比較強的颱風結構 颱風結構完整來影響我們 颱風季還沒結束 山土耳颱風不只逐漸增胖 又是以歸宿前進 根據山土耳颱風路徑來看 在週二白天逐漸北轉 到週三上半天 北轉角度更為明顯 因為移動速度緩慢 影響臺灣的時間 可能會從週二 週三兩天 延長到週四上半天 大家颱風中心會很接近我們 甚至有可能從南邊逐漸的北上 那影響的範圍就會很多 請大家多留意 雨量狀況為何 週一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特別是花東地區 還有恆春半島等地 可能就會出現局部好雨 也要特別留意瞬間的強降雨 週二到週四上半天 天氣越來越不穩定 東半部還有屏東山區 雨量多到發子 各地也會有局部好雨 週四下半天 雖然颱風逐漸遠離 一旦西半部 尤其山區 還是有降雨機率 例外氣象專家也分析 從歐洲預報來看 三十號到三號四天的累積雨量 在南部東南部山區 有可能會超過一千毫米以上 相當驚人 山陀颱風來時汹汹 夜期民眾務必做好訪臺準備 三立新聞 徐趙薇林 7月SNG小組 台北廠商報導 東奴 林